陳俊基 旁邊籃底下的吉爾貝克 這個防守膠帶完全漏人了 減浩看了一下籃球交給阿喜 面對盧冠軒的防守剩下4秒鐘 Crossover之後 新增地帶拋頭球又爬進去 這個球的Downscreen 把空檔有做出來 他現在工程師還在找工作的感覺 林俊基跟微波爐一樣 一回來馬上有貢獻 找到外圍的阿喜 林俊基 節奏的變換在做大轉身 這一球難度這麼高還近 這個完全 現在夢想家需要林俊基的火力輸出 要是一個高難度的偷懶阿喜 會搖的那個 現在是夢想家的陣地戰 跟健身教練打擋拆 高果豪這樣打把一向命中率是滿高的 對 而且進攻的動作也相當漂亮流暢 林俊基的拋頭得分 今天林俊基 都是比較勉強的外圍投射 而且重點是回防現在的速度太慢 也讓夢想家一直大量的啟動轉換快攻 因為他還在找其他製作的感覺 掉到進去 林俊基成功的開後門 攻的進但是完全守不住 也是沒有 一來一往真的差滿多的 克拉的體能還是有點問人 第一次在空中間 肌肉新人 要把藍空給炸 現在也不得不把節奏打快 不過因為節奏打快 如果不是好的速度 我選擇命中率也不會太高 撥到了命中 林俊基那就不能不提阿傑了 等於說前三之外的 最後一期季後賽的滿票 雖然說現在才剛拍季 感覺彈這個還有點早 但是戰力的反圖 其實已經有一個輪廓出現了 來到場的博程 這就是他的功課之一了 對 阿傑 直入沒有人長手 在這一個位置有心得 出手沒盡 選擇的快攻 請到飛身上來 請到飛身上來 阿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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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傑